大概什麼時候會來召開這樣的一個會議嗎 我們現在已經在聯絡了 馬上就要召開 所以還沒有辦法跟國人報告說 什麼時候會有一個比較確切的日期 因為時間你們也 戒期也沒多久了 是 對 所以還沒有一個確認的日期嘛 對 我們馬上會做了 這跟 因為我們這個事務官永遠都在啦 所以不會耽誤 好 來 部長謝謝 來 那我想問一下喔 那根據這樣的一個狀況喔 那部長你自己認為啦 剛剛說的那個門檻過載的問題 那您自己的想法 你們會去放寬這樣的一個對象跟標準嗎 譬如說 毒飲 酒飲 跟有自殺或是商人意圖的這些 這些族群 你們會有這樣的一個想法說 要去放寬這樣的一個標準嗎 您所謂放寬是去兼 對 就是您精神衛生法的話 您這個強制診療的部分 還沒有想法 好 我們只是 剛剛就跟委員報告了 我們還是列入討論啦 所以現在就是最終部的想法都還沒有這樣子 是 是 我們覺得要研究 好 那我希望這部分盡數喔 因為其實已經過了一個禮拜喔 如果衛福部這邊的效率這麼差的話 不知道 我們未來小孩子的安全怎麼辦 那再來我要問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這次的悲劇其實很多人把他放在這個 重點放在這個精神疾病上面喔 那當然是包含著這個強制就醫的門檻 後續的追蹤照顧等等 那其實 上禮拜也發生姚姚哥的事件喔 那 會好像會讓這個社會覺得 精神病患他被污名化 那剛剛部長也有提到啦 那但是很多精神科醫師也有提到說 精神病他不等於犯罪 那其實很多精神病患他的暴力行為 是比正常人還要來的低的 好 那 那我們也希望說外界不要繼續這樣 汙名化這個病患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部長 你自己對這件事情 姚姚哥這件事情的看法是怎麼樣 我們這個研究相關的資料 我們的了解喔 之所以有這些精神病患 他們產生一些這個異常的行為呢 往往是他是比較孤獨的 比較沒有跟人群互動的 那 所以 如果啦 如果以姚姚哥這個事情來講 如果 如果他有多一點的時間 可以 多跟一下人群 有一些互動 那如果人都抱持著一些 善意的這個心態跟他互動的話 我想 他在社區裡面不會造成什麼 什麼樣的問題 那 所以也不必要 一定要去 把他 就是 把他放到醫療機構去 好 來 那 部長我想要問一下 剛剛講到照護 那剛剛我們那個劉委員也有提到 就是 這些人他不必 他可能不必強制送醫 那他也不用強制診療 但是我們必須要靠這個社會的一個照護跟追蹤 那我們現在的這個照護的體系 我們是透過社工 還是公衛護士 還是社區的關懷員 去做這樣的一個後續的追蹤 這個體制是怎麼運作的 我可不可以請 委員好 我想 謝謝委員關切這個問題 其實在目前社區裡面 我們有固定的人力 第一層是主要是以 各個衛生所的公衛護士 全台一共有2700多個人 那這是第一線 那我們同時有衛福部這邊補助了 96名的社區關懷員 等於是 如果這個個案在比較急的狀況 先有社區關懷員先去關懷 那如果他已經比較穩定了 我們就轉給請公衛護士後續的去追蹤 目前我們是用這樣的機制在做 好 那來那個 我們的那個 司長 你剛剛有提到這兩個部分 那我想要問一下 你覺得這樣的人力 以目前這樣的人力編制是夠的嗎 是 保委員是當然不夠 好 那我想問一下 如果說 這個後續的追蹤跟照護 您認為說如果要做到 還可以算滿意的話 一年要多編列多少的人力跟預算 你有思考過這個問題嗎 保委員 我們是有算過 可是這個事情其實沒有絕對的標準 那看我們是哪一個國家的標準來算 那如果我們 比如說我們過去我們的估計 大概1比80個人 就一個社官員照顧80個個案 大概是差不多的 那現在是多少 我們現在可能1比300 1比300 那所以一年要多編列多少預算 你們這邊還沒有辦法 跟委員報告 其實我們並沒有打算說一次把這個事情 已經補足了 其實應該是逐步的增加人力 然後來看看他的成效 好 這部分我要說的是 現在其實人力不足 不管是地方或中央 其實都有相同的問題 那我會希望說 既然我們今天已經看到這樣的問題 我們也知道說 人跟錢都不夠 那下一個年度要編列預算的時候 如果我們真的要把這件事情做好 請把預算提出來 對 我們希望把這件事情做好 該花的錢 該補足的人力 我們就要做 好 那再來謝謝我們的這個衛福部 我想要請一下那個法務部跟警政署 好 這個我們剛剛提到是精神疾病的部分 那其實這一次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這個嫌犯他也是因為有吸毒的前科 好 那因為其實我們的衛福部的陳司長 也有說過這次的犯案有可能是因為 他吸食的安非他命導致他的大腦受損 所以才會出現這麼殘忍的一個行為 那毒品呢其實是真的非常嚴重的一個問題 就是在101年在監的受刑人當中 有26,326個 他是因為毒品的犯罪而被在監獄裡面受刑 好 那他是佔整個比例的44.87 我相信這兩位應該都很清楚 那103年度他又提高了 他的這個佔比到達了46.3% 好 那其實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毒品的問題非常的嚴重 好 那當然在毒品的問題這麼嚴重的當下 兒少跟青年這個問題其實兩位也都知道 他的一個比例一直在提高 從195年的518人的這個毒品的嫌疑犯 青少 兒童裡面他攀升到103年的1386人 他的一個增幅是167.57% 我看到這個數字其實我是蠻驚訝的 就表示說 兒少跟青年他在這個毒品的犯罪上面 其實是一直在增加的 我想要問一下法務部跟 就是檢證署喔 法務部你剛剛在這份報告裡面 泱泱沙沙寫了很多 你們現在的一些實施的措施 我想要問你現在最重點的政策是什麼 然後執行的成效怎麼樣 就青少年部分嗎 對 兒少跟青年 對不起 兒少跟這個青少年這部分 毒品政策 我們當然因為現在兒子 我們最近幾年的研究顯示 一二級毒品就是有比較成年一點 換一二級毒品 那麼青少年呢 換的是三四級毒品 那麼三四級毒品有往上 往上揚的這個趨勢 那一二級毒品是 有點緩步下滑或是持平 對 那你針對現在這個狀況的 針對這個幫忙 因為三四級毒品 我們就這個他的運輸販賣製造 這部分就攻擊來源這部分 我們提升他的行動 那麼就這個適用的部分 我們就這個 有他的這個 那我想要問一下 那近三年來其實這個 一個比率一直在提高 你覺得這樣的成效好嗎 以青少跟兒童的一個 毒品嫌疑犯的部分 因為這個毒品的 花樣很多 他可以不斷有新的這個毒品 有時候我們這個立法 會對不上他毒品 在市面上氾濫的種類 來法務部行我們先請一下警政署 針對於兒童跟青少年的這個 毒品的犯罪部分 現在的因應作為有哪些 有關於毒品 在行政院這個 毒品的防治匯報 它一共分成五個小組 那其中一個組就是 忌毒的合作組 是由法務部來主政 警政署是來協助的 那有關於剛剛委員所關心的 這個查劑毒品的部分 我想在一百年到一百零四年 也是最近五年 那個警察機關查獲毒品的建數 這個從一百零四年以後 有呈現增加的趨勢 那各級毒品犯罪建數的比例 以第二級毒品 最多約佔六成 那第一級毒品三成 那第一級毒品是用海洛因為主 第二級毒品是以安徽他命為主 所以在我們的防治策略 當然就是一個阻絕於境外 就是說讓毒品不能進來台灣 再來就是在台灣裡面 如果有社工廠 我們要把這個源頭找出來 特地把它解決掉 然後再來就是委員所關心的 兒童少年這些吸毒者 我們怎麼配合學校 在法務部的組長之下 一起來努力 今天會提出這個問題是我認為 因為小朋友他在這個年紀 他如果就一直在接觸這樣的毒品 那他以後長大怎麼辦 那這會造成未來整個社會治安的一個 更加嚴峻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希望法務部跟檢證署 能夠針對青年跟兒少這個部分 再多做努力 謝謝 好 我們謝謝洪慈勇委員的質詢 接下來我們請吳玉琴委員進行質詢 主席我先請蔣部長還有陳司 信口師的陳司長 好 來請蔣部長跟陳司長 委員好 部長還有司長好 昨天宗德彥區的陽院長有投書 他真的是語重心長 這個精神科的醫師 也點出了這個精神病患 強制就醫的複雜問題 因為剛剛說 加害人只有一次就醫 就要診斷出 你沒有把他留住 沒有辦法把後續的追蹤 好像就被責難了 那可是在社區裡面 誰才能夠強制他就醫 可能是警察 因為是警察 然後會同醫師才能就醫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 強制就醫的流程裡面 這個真的是一個 就像瑤瑤哥的這個事件 真的很為難 到底什麼情況下該就醫 那強制就醫之後 即使你再怎麼能力把他留住 也是兩個月 兩個月後你還是要放他出來 那你到底這個強制就醫 應該是在一個緊急狀況 跟他的一個精神狀況 在處於比較複雜 或是說有傷人治傷的情況下 才強制就醫 那當然社會的期待 現在的氛圍好像覺得 該強制就醫 好像這個整個那個氛圍裡面 精神科的醫師也真的不知道 他該怎麼辦 那另外就是 我覺得精神科醫師也點出 他們身為一個執行者 可是他又是一個治療者 所以治療者是要跟病人建立關係的 所以這個充滿了 這精神科來講 他確實是充滿了矛盾 那這個文章確實點出了一些的 一個這個複雜度 另外還有一個更複雜的 就是提審法 也就是最近搖搖哥的事件 也造成了我們公民團體去提出 提出了這個提審法 提審法是去年才剛通過的 所以對於人民的這樣的被 這個強制的一個就醫 他可以包括自己或是由公民團體 其他人幫他提出了這樣的一個 不強制就醫或是安置的情況 這個部分其實 剛剛部長在談這個精神衛生法 不需要修法 或在研議要不要修法 這部分一定要修啊 因為這個程序上 因為新的這樣的一個提審法之後 他已經在干擾整個的 就醫的程序了 我不知道部長或是師長